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返交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 他是敌党主 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 如果最近的趋势继续下去 到2070年 美国的基督徒可能成为少数派 自1990年代以来 大量美国人离开基督教 加入到描述他们的宗教身份为无神论者 不可知论者 或无特定信仰的行列中 而这些美国成年人的人数不断增长 一篇文章讨论了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 称基督徒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不再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 相反的 预测显示到2070年 他们的人数可能下降到略高于半数或54% 和略高于三分之一或35%的所有美国人 主要原因是信仰转换 基督徒决定他们不再是基督徒了 一篇基督教杂志指出 年轻人是最大的转换者 在他们30岁后 有7%的人放弃了信仰 信仰转换是一个重要而相对较新的现象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位发言人告诉该杂志说 过去 如果你在街上遇到一个人 他的父母是基督徒 那么他们也是基督徒 但现在 这不总是正确的 如果你看到这个新闻 你可能会认为 那是远在美国的事 或如果你不喜欢美国 你可能会嘲讽说 美国是如何败坏 但是 作为基督徒 你知道的 这种影响与趋势 不会只是局限在美国的土地上 你知道的 这是影响全人类的事 你知道的 这是影响新一代 新生代的事 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至四节 你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他爱钱财 自夸 狂傲 忘读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心不圣洁 卖主卖友 人亦妄为 自高自大 爱焉乐不爱神 这种离开是双重的 一种是曾经宣告信仰 现在不再宣告信仰的人 第二种被道 是人们处于某种原因 没有来到基督面前 这是离经叛道的人 一些曾信仰过基督的人 如今却背弃了信仰 另一些人则从未寻求基督 本周在英国 基督徒首次称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少数人 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数 已首次降至不到50% 该国的其他宗教都出现了增长或保持不变 基督徒仍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最大宗教团体 占人口的46.2% 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占第二位 占人口的37.2% 在同一时期增长了12% 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应该感到惊慌失措 我们应该在圣经的准确性中寻找安慰 圣经是真实的真理 如果这个预言正在实现 圣经中其他美好的预言也将得到实现 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无神论社会 是的 这是一个无神论社会 看看世界的方向 看看在世界中被吹捧的事物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敌基督的灵在我们社会的不同方面运作 而且不仅仅存在于世界中 也存在于一些教堂中 有一些教堂在传讲不符合圣经的教义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宗教正在崛起 那就是敌基督的宗教 这是真实存在的 虽然信仰正在离去 但我想鼓励你做两件事 第一 传讲福音给迷失的人 第二 记住你不是孤单的 要继续与神同行 第一 我们要向迷失的人传讲福音 让他们知道人如果不信主 就必定在火湖里度过永恒的行法 当你在晚上入睡 想到你的亲朋好友们将去地狱 而你却可以安然入睡 拥有天堂的保障 这想法应该让你感到不安 虽然你无法代替别人得救 但你可以拨下福音的种子 过一种见证上帝慈爱的生活 像那些还未得救的人传福音 让他们知道耶稣是救赎的唯一道路 向迷失的人传道 向未归正的人传道 如果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们 他们怎么能够相信呢 如果像你这样的人不讲福音 他们怎么会听到福音呢 如果他们没有看到你生命的转变 如果他们没有看到你生活态度的改变 如果他们没有看到形式为人的改变 他们如何能够相信福音的力量呢 你要向迷失的人传讲福音 在言语上或在行为上 你的生活态度是让你周围还未相信的人 迈向主耶稣一步 还是远离主耶稣一步呢 你即将进入天堂 这是值得庆幸的 但是你带着谁一起进入天堂呢 你真的会空手而来 没有一个灵魂 没有一个你曾经牧养的人 能够跟你一起进入天堂吗 查尔斯 路德是一位新闻记者和平信徒 在1886年成为一名晋礼会牧师 虽然他不是一个多产的作曲家 但他于1877年撰写了这首赞美诗 当时他听到一位牧师 讲述一个年轻人即将去世的故事 这个年轻人只成为了一个月的基督徒 虽然在最后的时刻感激上帝赐予他救恩 但他仍然感到悲伤 因为他没有机会为主服务 也没有机会与他人分享 他解释说 我不害怕死亡 因为耶稣现在拯救我 但我必须空着手去见主吗 这首赞美诗写道 我是否必须空着手去见我的救主 没有一天的服饰 没有一个可献上的奖杯 我是否必须空着手去见他 没有一个灵魂来与他相遇 我是否必须空着手去 第二 记住 你并不孤单 你要继续与上帝同行 虽然 人们通过不同的途径离开信仰 有些人通过背叛而离开 有些人从未接受信仰 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似乎真的很孤单 但你不是 在这世界的各个角落里 依然有许多人 他们忠诚地跟随耶稣 是真正的重生信徒 在我们国家的每个地方 都有人跟随并顺服耶稣基督 他们都是重生的基督徒 上帝不仅在这个国家有祂的子民 在英国也有真正信仰圣经的子民 以及在乌克兰 意大利 葡萄牙 肯尼亚 秘鲁 委内瑞拉 乌干达 法国 德国 巴西 克罗地亚 巴拿马 希腊 丹麦 俄罗斯 尼日利亚 南非 加拿大 沙地阿拉伯 墨西哥 日本 印尼 马来西亚 摩洛哥 韩国 中国 菲律宾等地 都有重生信徒 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 都有人呼求主耶稣圣明的人 天堂将不会是空的 我再重申一遍 当你到达天堂时 将会有大量人 被耶稣基督福音的光辉所召唤 世界上有真正的重生信徒 你从未见过 上帝并没有死 我们是奉的是一位活神 就像以诺与神同行一样 全世界每天都有与神同行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 为什么会发生大量的离教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说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 倒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 就是在此 人们之所以背离信仰 是因为他们爱自己的行为 他们爱黑暗 胜过爱光明 他们喜欢自己的罪恶 很多人深藏在他们内心的是 他们知道福音信息是真的 他们知道上帝要求他们要圣洁 但他们喜欢他们的罪恶 不愿离开他们的罪恶并忏悔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他们认为最好是背弃他们的信仰 基督的死是上帝赐予人的拯救恩典 但如果人灭亡了 那是因为他们爱黑暗 胜过爱光明 喜欢黑暗是多么容易啊 因为它是邪恶的 它的行为也是邪恶的 黑暗只会带来邪恶 看看今天世界上的邪恶 正是因为人们喜爱 黑暗而不喜爱光明 人类有爱黑暗 而不爱光明的倾向 他们爱黑暗 是因为黑暗帮助他们隐藏 隐藏了他们隐秘的罪和罪恶之乐 黑暗掩盖了他们的罪恶 那是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的邪恶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光明 都来自主耶稣基督 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 这个世界将充满黑暗 邪恶和罪恶 这个世界上任何好的事情 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 福音揭示人们的邪恶 但人们不想面对自己的邪恶 福音信息揭示了人类的罪恶 但人们爱他们的黑暗 因为他们爱他们的罪恶 耶稣基督是光 为什么你认为 这个世界似乎越来越糟糕呢 因为这个世界 越来越多地拒绝光明 是时候让教会醒来 了解自己生活的时代 你们生活在黑暗的时代 基督徒们 醒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